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啊 就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喔 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看到平常聰明冷靜又沉著的 像毛米屬性一樣的鱷魚 在吃吃到飽的時候 想要這麼的看 到底啊 鱷魚做出什麼丟臉的事情呢 啊對啦 如果觀看不錯的話 就會繼續爆料下去喔 總之咧 就讓我們 繼續看下去 還記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妹妹哥哥們啊我們等一下要帶你們去吃吃到飽喔 好不好 好啊 喂 二魚二魚記得帶你和女朋友一起吃喔 哼 就在當我們到了吃到飽的店啊 入座之後 突然 欸妹妹 蛤 吃吃啊 嘴巴滿滿都是食物的看著二魚 妹妹妹我跟姐姐啊 想要一直喝一直喝養樂多喔 蛤 我疑惑了 對 我超級疑惑的 平常冷冰冰又帥氣的小哥哥 為什麼要一直喝養樂多 難道 我們家窗要連養樂多都喝不起了嗎 正當我還在很正經地想說 我們只能買不起養樂多的時候 此時二魚就還很開心跟我說 妹妹妹妹 我們喝完養樂多啊 然後就把那個空的養樂多品啊 排成一個金字塔的樣子喔 弱蛤 厲害吧 大家公開會 結果 我還沒答應喔 重點是我根本根本就還沒有要答應喔 此時二魚就很快樂 飛搬到飲料區 然後 然後拿了滿滿 滿滿滿滿的倒滿養樂多回來 來 妹妹我準備開始喝了喔 點點點 到底是要喝什麼喝了 這根本就完全沒有要問我的意見嘛 噢 噢 噢 我還是不只是喜歡準備開始喝了 剛剛不是還說沒有要答應的嗎 總之在我們拿完養樂多之後 我們還互相看著對方 一 二 三 金字塔 一面黃和盜擺養樂多 一邊還不忘吃著火鍋 就這樣吃了一整整一個多小時 到了最後最後最後 我們 實在真的完成了 一面金字塔叫醒的養樂多塔 哇!我們好厲害喔! 好開心喔! 吃吃啊!就在我們開心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發生於因為喝太多吃太多的關係 甚至因為養樂多的關係 我們三個竟然 直接嚐嚐廁所大胞兔了! 點點點! 在這之後我和哥哥和嫂嫂 喜歡出去玩去吃吃到飽的時候 也都完全不敢去吃到養樂多了 呵呵! 以上就是平常很冷靜很沉醜的俄語 竟然也會有這麼鏘行為的故事! 你們呢你們呢! 你們也有做過這種像是看到不行的事情嗎? 用話的是要你們在吃吃到飽的時候 也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呢? 快來說說吧! 掰掰! 後續後續 後來那個養樂多塔 我跟我哥哥原本想說 那個突然之後就出來拍個照片之類的 結果當我們一出來的時候 養樂多塔就被服務員收掉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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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